今天想读过查看电脑硬件信息和进行驱动程序安装或者是更新 驱动程序是帮助电脑连接我们硬件设备 比如说扬声器、打印机、显示屏等等 让它们能够正常的工作 但是有时候由于驱动程序没有及时更新 或者是安装了不合适的驱动程序 使得电脑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需要对相关设备对应的驱动程序进行重装或者是更新 我会介绍几种不同的操作方式 打开开始菜单 点开设置 左边Windows更新 在这里我们点击一下检查更新 然后确保现在使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现在显示使用是最新版本 然后点击这里的高级选项 在这里有一个可选更新 这个就包括了所有的最新的驱动更新 点击这个 目前没有可用的可选更新 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这里进行驱动更新 打开开始菜单 在这里输入设备 在这里输入设备 管理器 打开 这里罗列了组成电脑所有的硬件设备 如果电脑提示是哪个设备出现问题的话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这个设备 比如说这个网络适配置 然后点开上面这个操作 这里点击更新驱动程序 或者我们要先安装一台设备 比如说打一只 点开这里操作 也可以添加驱动程序 输入系统信息 这里点开 点开左边这里组件 这里就是连接这台电脑设备的所有硬件 在这里显示了有问题的设备 目前是没有 点击这里打印 这里显示了这个打印机的名称 然后这个打印机的型号 如果这个打印机出现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到这个官网上面 去找到这个对应型号的驱动程序 然后下载到本地电脑进行安装 第四种方法 我们可以借助第三方的工具 这是一个免费的安装驱动程序的小软件 可以帮助我们安装缺少的驱动程序 或者是更新旧的驱动程序 它这个是一个开源免费的一个工具 点击这里下载 下载这个版本 下载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解压缩 然后运行这个 我这个电脑是64位的 运行这个 进行文件 因为这个程序要读取我们的硬件信息 所以Windows给出了这个提示 如果你觉得是有风险不想继续的话 这里就点击不运行 如果要继续运行 点击这里更多信息 然后点击这里 人要运行 先把语言调整一下 然后这里点选一下专家模式 未安 我们这里驱动包中找未安装 更新 较佳配置和未安装 现在这里就出来了一整张的清单 列出了这个硬件的名称以及型号 然后在这个清单里面 我们可以找 如果电脑提示有出现问题的 我们就找到对应的这个硬件 然后下载它的驱动程序进行安装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安装 因为后面如果是Windows更新的话 它也会帮我们把新更新